今年中港股市終於迎來反彈 投資者經常有一個錯覺 以為兩地股市走勢一致 但實情又是這樣 我們分析富時NPF指數 A股自2020年起跑贏港股 2020年雖然爆發疫情 不過港股和A股都錄得升市 之後2021年到2023年 港股連跌3年 如果由2020年起計算至今年4月底的話 港股的累計跌幅超過26% 相反A股只是在2022年和2023年經歷跌市 同樣由2020年起計至今年4月 A股累計只有0.25%的輕微下跌 而人民幣對美元至2022年起一直貶值 以人民幣計算 A股更錄得升幅 回報比港元計算更好 事實上由2020年起 本港強積金獲准投資A股 現在強積金更全面開放投資內地股市 市場不斷憧憬內地有更多穩經濟措施 公司盈利見底回升 都會刺激中港兩地股市反彈 如果投資者考慮投資中港股市 可以關注多些港股和A股的比例 畢竟近年內地市的擴跌能力比港股強 這次那次都會刺激中堂 要請工作 竟同若 在教育內地 開支 gi 角US